那其實說到這個退化性關節炎 在西醫來看 就是膝蓋關節退化了 那發炎 那像中醫怎麼來看這個退化性關節炎的原因呢 中醫看實際上它分兩大方面了 一個是外陰 一個是內陰 外陰現在很多人可能不太重視 比如說這個風 寒 濕 這也是帶來很多可能老中醫都會勸你 就是勸有些患者就說不要穿太天氣寒冷的時候 冬天要防寒 不要穿太薄的褲子 或者說這個愛翹不穿棉的話 也會影響膝關節 我覺得有道理的 為什麼呢 當然它是個漸減過程 不是說一下子感受了風寒 你就立即得了股性關節炎 不是的 它是個漸減過程 為什麼呢 這個寒失之邪它會影響膝關節周圍的局部的血循環 對不對 因為收含之後局部血管收縮 那麼局部血循環它就下降 那麼局部呢 處於一種怎麼樣 准缺乏營養的狀態 對不對 那麼這種狀態長期持續它自然會影響這個股的健康 包括周圍軟組的健康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這個內陰 內陰主要是肾虛了 肾虛實際上它就體現一個年齡因素 對吧 年齡因素 我們講看到80歲以上的 它的發動率可以到達40%以上的股性關節炎 那麼如果是年輕它的發動率是比較低的 比較低的 所以說就是腎氣不足導致這個膝關節退化 出現這個股性關節炎 所以說這是兩點原因了 當然還有說不內不外陰的有些人 就是說比如創傷之類的 有些創傷 比如說你這個以前有個骨折 比如說出現咕咕骨骨折 或者筋骨的骨折 或者筋骨板的一些損傷 那麼還有一些運動損傷 這都會加速這個骨的退化 出現骨性關節炎 是 那這個真的是要最好盡早保養 所以可不可以請劉醫生跟我們推薦一下 有哪些穴位可以來改善我們膝關節退化的這些原因 這些比如說不舒服啊 或者是一些疼痛 我覺得穴位的推薦可以分兩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說比如說這個新冠 因為有些國家可能目前還是比較緊張了 有些國家在開放 比如說新冠期間老人家在家裡突然出現急性發作 這個就是我遇到很多病人都會這樣的 比如說有個老人家有個病例什麼呢 他就說在家裡居家的時候下樓梯 本來他有骨性關節炎 控制的還算不錯 結果下樓梯的時候突然就扭了一下 結果就立即不會動了 疼痛特別厲害 達到什麼呢 如果是0到10的話 可以達到10了這個疼痛的水平 這個時候用這個第一組穴位 快速指膝關節疼痛的穴位 第一個是手上的穴位 比如說肝穴和腎穴 這個第二掌骨非常好用 第二掌骨它叫全膝嘛 中間叫全膝的穴位 這個第二掌骨相當於我們很多這個從上到下 比如說對應你的穴啊 肩啊 下面就是膝關節 膝關節就是說它和腎和肝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中衛講這個膝啊 為筋之斧 就是說膝關節你看它的這個韌帶啊 肌腱是特別豐富的 那麼是肝主筋 肝主筋 這是周圍軟組織 就是說肝來控制 那麼膝關節裡頭還是有骨頭的 對吧 有個骨骨啊 有筋骨 那麼腎竹骨 所以我們選擇這個肝血和腎血在第二掌骨上 來用力按壓 按壓的時候呢 最好用這個指腹啊 給它壓碰一點 酸酸脹脹的 在按壓的同時呢 你要讓這個比如患者同時活動 這些受累的膝關節 那麼它慢慢的越活動越大 同時慢慢這個疼痛呢 原來從10可以降到 比如說6 7 甚至45 它就慢慢可以走了 這個我們就給有這個例子也是 上次就是給那 也是給這個老人家 就可以瞧一瞧 很快它就能夠自己能活動了 它慢慢能走了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除了手上這個血位 因為手上血位非常方便 大家隨時都可以按 除了手上血位之後呢 還有耳朵上的血位推薦 因為耳朵呢 忠於認為是 耳朵是一個倒置的嬰兒 這個很多人體的反射 人體脏腑的反射區 在耳朵上體現 那麼其中一個就是有膝關節了 膝關節反射區呢 大概我們講的這個耳朵 你看這個外頭叫耳輪 那內在的這一圈呢 裡頭這一小圈叫對耳輪 對耳輪 那麼這個對耳輪大概偏上部 偏上部的位置 當然最好說 用你家裡有一些方面 比如說有一些火柴棍 你給它用這個火柴頭 那頭的那邊給它壓一壓 在這個位置 大概這個位置會出現明顯的一個痛點 這就是對應點 我們就用這個火柴棍給它壓 輕輕的給壓 有點酸酸脹脹就可以了 你看到它的關節功能很快就會 疼痛很快就會下降 這個效果是非常明顯的 當然同時結合主動運動更好 這是第一組 就是快速止痛的 第二組 比如說它不是急性發作 就是關節功能啊 這個疼痛控制還不錯 那麼就是有周圍膝關節的穴位 我們經常按摩 可以減少它的急性發作 甚至提高關節的功能 比如說涼球和血海 涼球它是屬於胃經的了 胃經的穴位 大概是我們叫膝蓋骨的上面的兩個橫直 大膜橫直 橫直 對吧 兩寸 就是這涼球穴 那麼這是偏外側的 偏內側的兩寸就是血海穴 這兩個穴位都可以對膝關節的功能改善 再一個就是鶴鼎 鶴鼎這個名字非常有意思 其實就是在我們講的膝蓋它的上緣 就是相當於我們股四頭肌和膝蓋的這個連接點的地方 你壓上去非常痠痛 可以幫助改善關節功能 那麼還有兩個 我們兩個叫膝眼 膝眼就是在彎曲膝關節的時候 你看到出現兩個這個凹陷的地方 內側和外側 這個簡稱為膝眼 這兩個地方呢 比較經常按摩 改善膝關節疼痛 再一個呢 比如說這個陽靈泉穴 也是在膝關節外側面膽經的穴位 是吧 它本身就是基金會陽靈泉 所以對改善膝關節的運動功能 特別是涉及到膝關節周圍軟組織一些損傷 效果都非常好 所以膝關節周圍 穴位比較多 大家可以稍微記一記 到時候每個穴位最好也是按摩大概100次 每個穴位100次比較好 我想剛才觀眾應該是跟我一樣 剛才那個劉醫師在分享就一直按一直按 然後我就發現這個叫吸眼穴的部分 它是在骨頭上面 是嗎 那平常那個凹陷的地方好像還是會碰到骨頭 是不是 對 你要按摩一定是在那個凹陷的地方 它骨頭上它有這個內外側科 這個鏡骨 內外側科 我們的這個按摩的地點一定是在那個凹陷的地方 不要直接按到骨頭上 一定是在內外側科的上面一點 不用按到骨頭上 骨頭上是非常酸痛不舒服的 如果按到凹陷的地方 你會感覺稍微的酸酸脹脹的 這是對的了 是 我剛才按了之後就去 感覺膝蓋好像有一點溫暖的感覺 所以是還蠻舒服的 大家回去按照這幾個穴位去按摩一下 還是對你的這個膝蓋保養還是很有益處的 好 那說到這個退化性關節炎 很多人就會在想一定要換人工關節嗎 就是在中醫來看會不會對人體有傷害呢 這個就是說一般的我們就是臨床治療很多例子 就是說你像有一個78歲的老人家 他經過這個保守治療效果也是不錯的 就完全緩解 以前他是長期使用止痛藥的 就是說如果就是說我們患者的骨性關節炎 能夠採用保守的療法 控制得非常好 基本上他不需要致患關節 當然我就說還是提醒大家 就說症狀控制了並不意味著它完全治癒 就說這提醒您日常生活中你還要注意保健 我們提到的那些鍛鍊呢 我們提到那些營養啊 提到那些血液按摩呢 最好每天都做 這樣就可以預防和延緩它的這個發生 如果因為到這個嚴重階段 不得不保守療法沒有作用了 關節這個活動受限特別嚴重 影響日常生活了 有些人就說走路都走不了了 這個嚴重情況下就必須做這個關節置患了 所以說我們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 當然關節置患也不是每個人都做的 比如說有些人有這個嚴重的併發症 比如說他嚴重的心功能不全 嚴重的肾功能不全 或者是肝功能衰竭 這些時候可能還不適合做這種大手術 關節置患 因為他畢竟對心臟 對肝臟 對身臟 是有一種更加負荷的挑戰的 這是第一點 再一個有些人比如說他如果膝關節又合併了一些感染 他也不能適合做這個關節置患 這個關節置患也不是一勞永逸 特別是比如說他的生活方式不改變 關節置患之後實際上有些時候還會怎麼樣出現進一步的疼痛 這會有的 我們遇到案例就是說他患了關節 那麼關節局部也會出現疼痛 那麼症狀還不能完全消失 大概有些人患到15年左右 15年左右他可能這個關節 人工關節就不能用了 他必須再做手術了 再做手術再換一個 所以說我覺得還是能夠提前預防是最好的 提前預防 防止他到了關節置患那個地步 這是預防為主 剛才劉醫生提到 就說78歲的就保守治療之後身體還是可以恢復健康 我覺得這就很鼓舞 但是我們有一些民眾其實也是因為患了關節之後 如果有可能這個症狀再出現 在中醫來看可以怎麼樣來調理呢 這個如果就是說患關節也好或者關節加重 中醫調理一般它是兩方面 一個是我們可以吃一些中藥 根據編證論治嘛 中醫認為這個關節退化它是在肝腎不足 中醫講的很多方教就是從肝腎入手 比如說滋肝腎之陰 補肾氣 這些都可以強化氣關節的功能 把這個疼痛消失 它的關節活動範圍可以恢復到比較正常 再一個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這個 比如說這個關節軟骨的磨損 再一個也在一定程度上預防它發展到嚴重階段 必須到關節置患的 那麼同時針灸我們剛才介紹很多穴位 實際上針灸它對快速控制它的症狀 是效果非常好的 比如說這個患者最近吸管節疼痛特別厲害 走路都不行 晚上也痛得不能正常睡覺 那麼這個活動也受限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剛才提供那些幾個穴位 通過針灸的方法也可以得到很快的這個緩解 當然比如說理療 做點熱療 除了這個比如說專業醫師提供一些熱療之外 包括這個比如說這個有些糾法呀 包括一些這個神燈照射呀 那麼其實患者自己可以在家裡做 比如說經常每天大概用這個小電熱毯或者熱水袋 我推薦還是這個電熱毯 因為它這個供電的它這個溫度比較恒定 你熱水袋很快它會涼掉了 這個通電之後就是說你用這個小電熱毯 給它包裹在膝蓋上 讓它溫溫暖暖的 這樣改善局部這個膝關節的循環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甭管你自己有沒有感覺冷 實際上當你出現骨性關節炎之後 本身它局部的循環就不好 血液供應就不好 我們還是給一定的熱療 這方面就會提高這個關節的功能 減少它的這個疼痛症狡 是 是 那另外有一個觀眾就說 如果說很年輕就得退化新關節炎 是不是老了就更糟糕呢 我覺得年輕的現在剛才提到這個發病年齡在提前 實際上這個相對來講 客觀來講 它和年齡相關嘛 越年輕的實際上相對就是越好治 治療效果也越好 所以說我覺得現在人民的就醫觀念也比較 就是說它的思維比較開放了 它能夠及早的發現這些 因為得到通過這個互聯網其他渠道得到很多資訊 這非常好 我覺得這位觀眾朋友 就是說通過激的治療其實完全可以治癒 甚至達到什麼呢 就是讓它不要繼續發展 就是讓它可以達到臨床治癒的程度 是 那非常好喔